哈囉大家好我是平平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死靈的龜處 八之三之三 八之三之三 一樣我們隊伍一直都是用聖達隊 到目前為止聖達可以打到八之三之三是沒有問題的 每一關喔每一關喔 這個第一小關這裡看到這個強化盾先把他 不是強化盾的那個 生命扣怕先把他處理掉 我順便幫他照一張相 好 開始處理 這隻的好處就是處理就很快了 這裡外面那個選舉的聲音就無視之 基本上我是覺得很吵啦 基本上聽到幾號我就不會選他了 你只要做事就好了 這個很多政治人物就是只會空口說白話 這個當然我不是批評任何一位啦 我只是批評那些 只會用講的不會用作的 的那些政治人物啦 是誰我就不知道啦 大家就是自有攻斷 這個處理很快 第一關我們就先把他處滿 強化的符石就趕快把他弄出來吧 不要問我為什麼用滑鼠可以轉成這樣嗎 這樣是很多人的說法不太一樣 我不知道大家的說法是怎樣 有人說轉成爛 有人說滑鼠這樣 可以轉成這樣已經很厲害了 之類的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平民只要3到5combo 就可以通關 就可以通關 這是重點 第二小關 哇靠 殺小朋友啊 這個避免他攻擊次數很多 我們直接 帶走他 帶走他 怎麼帶呢 就是 一波帶啊 不然怎麼帶 一波帶 這個可以看到我們打擊的這個 背上大聲的倍率還是非常可怕的 第三關 對 又是一波帶的意思就對了 一波帶一波帶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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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我也不知道我在念什麼 當作沒聽到就好了 第四關 聽到咖喳的聲音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要做關卡資訊嘛 就要拍個照 這個是能力繼承 能力繼承 所以 就兩隻一起打就對了 現在不能一起打就是分開打 廢話 因為我們最好是做到全體攻擊就對了 但是我有一個屬性相剋 所以右邊的可能我們要先消一點血 這個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左邊 左邊消一點血啊 打錯了你啊 好算了 這個 人有屍體 馬有屍首 人哪來的體啊 啼笑皆非的體好嗎 噢 這個屬於也是一波帶走的一個feel 一波把兩位都帶走 這個我怕倍率可能會有一點 不太夠的問題 所以我開一個 這個 我試考一下要開嗎 好 增加我們的穩定度來講 我就不開了 噢 不開為什麼還有穩定度呢 因為我後面的關卡 要要要顧慮到 所以就不開了 第五關 問號符時 轉 嗯 我弄錯關卡了嗎 這第幾關 無視減傷 第五關 好 這一關可能是隨機的哦 這一關可能是隨機的哦 所以我們替他照個相 咔嚓 咔嚓 那就是 現在是屬於要一波把他送走的一次就對了 咔嚓 我想一下哦 好 我先消他一點血 不要消血 先消掉一些我們的這個 噢 呦 呦 這個 無所謂 無所謂這個 我們攻擊力夠就不怕了 好 不怕 好 對 不怕 然後 然後技能一直按有沒有 好 因為很怕這個 攻擊力不夠的問題 好 不用擔心啦 一百多萬的血量而已 好 第六關 好 生命變一生命變一 這個 還好啦 啊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於他CDE 好 那我們就是把血量盡量 補滿 就好 這個 因為這個 後面的關卡我們還是需要做一個攻略 所以我現在不急著一次把它送走 當然如果不小心送走也不是我故意的 好 所以基本上現在又是輕鬆打一個tempo 好 combo是做大一點 好 因為下一關中毒40% 應該啦 現在都不是很敢講說確定的答案了 好 為什麼 因為 關卡會有隨機怪 會隨機怪 其他 take a picture 照個像 照個像 這個 本人有時候也是還蠻喜歡拍照的 為什麼 留下一點 紀念 對於攝影也 略有射獵 射獵 就是興趣啦 好不好 如果有攝影的同好也可以一起來討論一下 這個 如何使用光圈快門 當然還有一個ISO要調一下 聽不懂就算 那不重要 這一關的話 中毒40% 看一下 每回合會扣血 所以我應該是一波就要把它送走的意思就對了 可是我這CD還沒出好 好 那就先不做攻擊 先做一個 儲珠的動作 哇 因為40%還蠻多的 被它捶一下應該蠻舒服的 我們找CD 看一下 還有一回合 我們再撐一下好不好 好 那中毒40%其實也不是很痛的我覺得 好像可以這樣磨過去 那要不要就這樣 才剛講完自己就開始磨得起來了 可以那我們就磨吧 因為下一關是越戰越強 而且是金喔 是金的喔 因為我們這個 禁木珠喔 所以這個不怕新珠的問題啦 所以我 我決定用這樣的戰術去做一個攻略 好直接就是 球技喔 下一關再來爆發這樣 好 第八關越戰越強金喔 是金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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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是盡量這個 大combo出去 把你的光珠濾出來 好 看到沒有 超強的10combo 只有一隻打擊出手而已 這是不容易的啊 嗯 小心一點就好了 小心死得 萬年船喔 萬年船喔 不痛 不痛不癢 不痛不癢 這個做個小爆發� 好 血量一百五十幾萬 欸兩百萬兩百萬 兩百萬 好兩百萬左右 下一關 的話會比較 難搞一點 所以 嗯 我們開一下大勝好了 好開一下大勝 好怕倍率的問題啦 好一波把他送走會是最好 好因為下一關 大於等於7combo盾 改 好改 好所以這個 轉一下攻擊出好不好 轉一下攻擊出 轉的時候只有4顆啦 但打擊開下去就又不一樣 好小心喔不要過頭喔 好 好因為我們這個 天稱的技能還在齁 所以現在是做一個 一波帶走的動作齁 不然大於等於7combo盾 改你也有的耗了齁 好隱身盾 好 隱身場上 八字以後隱身不收工 無視所有控制技能 封鎖主動技能 我覺得被他打到會封技喔 這樣講比較快 等我一下齁 等我一下齁 除你的 齁 沒有 垂下去就是整個都鎖了 意思就對了 這個 那就鎖啊 好 你可以說一頭 說哪個一頭啊 就是不讓你出氣就對了 好 我們大勝減傷無敵啦齁 基本上就是 緩緩的點齁 緩緩的點齁 就讓他封嘛 沒關係啊 你封啊 你封啊 慢慢跟你玩都OK啦 OK啦 Easy easy 這個百姓很喜歡 用這種 就是讓大家 好簡單啊 為什麼 你幹嘛那麼難的關卡 折磨自己 是不是 當然你要挑戰難度 你可以去衝綁 這個八風沒什麼好衝 因為你過關也沒人知道 所以沒有太大的意義 可以看到我們技能全部都解掉了齁 這個 現在就屬於一波帶走齁 天雷的戰場 這個是 神魔共鳴 這個叫金金真火靈煉 靈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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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有時候正確喔 不然會被人家誤導 靈煉 再開一個 龍克 漂亮的天將 這我不管了 直接全消了 來不及消 不過沒關係 為什麼呢 486段的血量 K 喔 哇 OP的攻擊力啊 好 這個是8之3之3 8之3之3 這個 死靈的龜處 死靈的龜處 好 有得到1顆魔法石齁 以上8之3之3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 掰掰